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日快乐 可以继续秉持着真心 来为台湾做出更多公平公正的报道 也请大家继续支持 追求真相的本土好声音 风灿传媒生日快乐 大家好 最清晰的声音 最理性的问证 欢迎收看《人爱如》 四段507号 我是主持人吴珍 我是亮君 诶 等等等等 你们怎么抢我工作 霸占抢台 没错不行不行 这里是风灿传媒的频道 政治独新处 每周一一定要来 这个收看的 这个晚上9点的直播节目 哈喽 大家好 亮君好 不好意思 大家好 谢谢 哇 可是我们要跟你们学习 因为你们节目 比我们开的还要久 对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是2021年的10月 你还记得 很久这样三年了吗 对 很久了 三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我们本来是2020年就要开 因为那年不是疫情吗 然后Podcast就开始爆红 我们说那我们也来做Podcast 结果我们大概就是三 我跟林亮君还有苗博要 我们三个人就讲了一年 后来都没有 没有 我们那时候有录第一集 然后录完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然后就隔了一年 才真的把第一集上上去 对 然后就一直每一周持续到现在 对 就周更 哇 这样也蛮久了 对啊 居然已经三年了 真的 再加阿苗 我们今天就换我是这个客人了 哇 听说你们现在这个节目流量非常好 都是万人收听 然后听说还有赌典 对 对 这个我们 我们现在每一集 如果是Podcast的话 大概每一集的这个等于是下载数都破万了 然后因为我们还有做这个网路的直播 那通常直播线上也有两到三千人同上 对 然后我们也有跟广播电台合作 所以等于我们这个音档也会再从传统的广播再放出去 哦 可是我们一次录音就把它多管到 对 我们一余三十 对 连广播都有这样子 然后对 然后因为我们的直播是在阿苗的YT上面 对 所以我们也有开抖内 所以就网友那时候边收听的时候就可以变抖内这样子 对 听说阿苗现在是所有政治人员抖内最高的是不是 听说他在选举的最后一个月在1月份 对 他的直播107万 他是今年台湾YT1月的超级留言 就抖内排行榜全台湾第一名 对 好强哦 超强 而且他9天直播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 马拉松是直播 对 对 因为对于郑氏文来说 你等于是随时都在镜头前 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很累的事情 哦 那你们当时都有就跑去跟他一起直播吗 在那个短短的9天里面 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他也在选 你也在选 然后我们在辅选 所以对 就是只有他这样单一个 然后创下期上最高 对 因为但我们在选举期间还是 就算大家行程很忙 还是都有维持 每个礼拜做一次我们这个Podcast的直播了 然后再选完 因为是礼拜六投票开票 然后再隔周一我们还是开节目 那因为我跟阿苗就是这次没有上了 所以在那个等于是1月15号周一开播 那一次就涌进了非常多的支持者 大家都用新台币跟抖内来给我们拍拍摄摄 真的 可是那一天的抖内是冲到很高的 我们会念那个抖内的留言啊 然后那一天就是整个留言念不完 你知道吗 就是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很多网友说我都洗澡出来了 怎么还在念抖内 因为抖内真的很多 很有很多很多的网友 就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等于节目根本从头到尾都还没开始 但是那一天完全没有内容 完全都在念留言 都在涌内 哦 哇这样你们最最甘心的这个内容 是什么 嗯其实都蛮多的 像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就是 我们后来做直播到聊天室 他们会自己成立一个生态系 例如说都会有有人固定来抖 例如说6590 然后大家说哇干爹干妈又出来了 大家都认识这一号人物 那或者是有人甚至有人 有几个网友他们会把ID特别取到一样 例如说都叫汉堡某某这样子 哦可以这样子吗 对他们就是成立一个账号 他们就是成立一个账号嘛 然后所以他们就自己就是 所以每次就会有什么 真的好几个我都记得出来 Burger M Burger B 然后Burger什么 所以就好就看好几个 都是汉堡家族的人 就来分身抖内给我们 但其实他们有的是互相认识 有的也是不认识 所以就是说大家自己开始玩到一起 了解 那你们会有线下之后的这个互动吗 因为我想像你刚刚说 这些网友好像疑似 最后都变好朋友 或是好像要互相比较 那应该很想要见见本人 我们其实开过两次的Live Podcast 就是我们就是开放听友报名 然后来听我们现场 不止两次了 我们算是三次 算有三次 那有一次没有人 天哪 第一次是第一次是在 但是第一次没有人的 没有第一次是我们 登记的时候 2022年这个台北市议员选局的时候 那时候算我们第一个尝试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多宣传 然后我们就是去 不是大家去那个 选委会外面登记 然后都有人会动员装脚 然后干嘛 对啊 那举牌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弄个Live Podcast 但是因为那天 就是那是我们还没有经验 所以那天就没有人来 然后外面还下雨 然后外面还下雨 就是人爱路4段507号 就是人爱路4段507号 这就是台北市议会的定职 然后那时候来了100多个人 然后在今年农历过年的时候 我们办一次 我们就想说 我们要办一个更盛大的 然后这一次我们就办了 在地下室的大礼堂 一样在议会 然后将近400多位 听友来这样子 好感动哦 对 然后就看到听友们 就是原本是线上的互动 然后改成就是实体的 听友在你面前 然后你讲话就是讲到好笑的时候 他们平常都是哈哈哈哈 擦滴在留言上面 然后现在现场听到那个回馈 我觉得那感觉很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对听友来说 应该也是很特别的回馈 风唱也该帮伟山办一场 对啊 真的 他们好像帮那个 帮郑浩 郑浩在帮我 对对对 我还没 我也不知道我的听友会是什么样的年龄层 你们的听友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的面孔都是什么样的 年轻的 年轻 其实都有啦 其实都有 也有小朋友 超小的小朋友 对 那性别比例呢 我觉得还蛮平均的 蛮平均的 没有明确感受到 对 哪一种性别比较多 对 那你们录音的这个所谓的主题啊 你们都是谁来做决定的 你们议题操作是谁 通常会是我啦 因为我是主持人嘛 然后我们就会看一下这个 那当周会有什么样的 大家讨论的焦点实施热点 所以我们当然主要聊政治话题 但是因为我们也觉得说 政治大家都在聊嘛 对不对 风颤座这么好 对不对 政治独心术都把内幕跟重点讲完了 像我们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也要讲一些别的 像例如说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 例如说这个网路上什么男女版 婚姻版有一些 大家在占男女之类的话题 我们也要来聊一下 或者是一些生活议题 生活议题 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之前不是网路上 大家很流行跟什么 直男行为研究生 对对对 我们可以讲一下 我每次都要去划的音乐 就很有知语 书压到后讨论一下 然后之前 阿淼也有提出那个时候 有韩星 韩星恋情 还有啦之前那个网路上 不是有那个恋爱家教 对对对对 这个上二十几万去上 这个恋爱家教课 这样划算吗 我觉得跟吴珍算 应该就可以了啦 吴珍有很多我大学的时候 看到他的八卦 没有没有 不小心 对对三德大学的 这个也是我一路见证 今天要聊这个也是可以 好不要互相伤害 不要互相伤害 好这样你们开到现在 因为你快要三年嘛 你们目前到现在 最夯的题目是什么 最夯的主题 前面三个 有没有分享一下 让我们风扇可以学习 最夯的主题 对 应该是那个就是分裂社会的题目 哦 哦哦哦哦 好我们下来问伟三 对 啊哈哈哈哈 那可爱知识的吗 有一题我们那个引发那个 之前在我们听众群 引发那个渲染大波 嗯 这个大家都哗然这样子 对这个题目 我好紧张哦 这个题目就是说 好假设 OK今天有一个男生要送你东西 他想对你示好好的 那A好 A是送花 嗯 好 那B是送项链 嗯 好 那哪一个 你觉得比较是 比较明显是他对你有意图 哪一个是你觉得还好 这是一般社会上的理解 意图 你叫我判断吗 意图哦 感觉都蛮有意图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哪一个更有意图 更有意图哦 就我觉得要看场合 或是节日 就哪一个更有事 更有事 当然项链啊 你看吧对不对 就说是项链 你看他坚持是 所以你坚持花吗 他觉得一般同事送花 送项链很正常 拿起来带也没什么 但是送花不行 可是那个价值跟 那项链是一个 会随着在你身上的东西 他就是一个很亲密的东西 但是送花我觉得 他就是要透过精神压力 来逼你投降 因为有时候就我觉得 送花是一个比较外放式 就是好像跟宣誓 跟全世界说 我喜欢你 我想学一求 就送你花 但是项链比较想是想跟你说 就我很喜欢你 我希望你 我随时在你身边的感觉 项链就是你戴在身上 也是一个宣誓啊 可是因为你项链 你不会知道是谁送的 对啊 不会是谁送的啊 你戴着你不会知道是谁 通常不会 项链小小 对啊 相当高调 所以你送一个项链知道吗 是要钻型项链 对啊 那所以在网友他们的留言里面 他们觉得哪一个比较严重 不是严重哪一个比较正确 对像我跟苗卜就觉得说 送项链比较有事 对就是说 应该一般不会 因为我觉得 在我的立场 我觉得送花有时候是一种社会礼节嘛 例如说有人这个 例如说这个做了十年 哇 单位要单位这个要离开了 大家也会送花嘛 对不对 你要结婚了我们也会送花嘛 你到任了我们也会送花嘛 就送花是一个常常会出现的事情 你要开店我也会送花 对就觉得送花还好吧 但是对 但是送项链就很有事啊 谁 你看要是现在 例如说我现在怎么可以随便送别人项链呢 例如说别人是一个单身女性 我送她项链不就是表示我想要 例如说想要对她有一些意图吗 或者万一她结婚了那不是更有事吗 然后就哇塞你在搞什么对不对 那我觉得当时想象的花术 应该是那种可能是红玫瑰99朵那种 等一下但是当时林亮君跟吴佩毅 现在的佩毅委员 他们就立足送花很fine 是不是 他们就立足送项链很fine 送花不行 真的吗 对 好吧那我刚好跟你们相反 那是痴难挂的我觉得 哈哈哈哈 对就我们聊次容有时候瞎聊一下 大家就讨论很热烈 而且通常项链的价值会高一点 因为花不管再怎么贵都不会贵到让你会无法收下 所以你即便收下你也不代表说要对她的爱 但是你收上项链那个 但我觉得花就是精神上的压力 对啊 你看万一有人送你那个什么 Venclay Appell 这样不是很有事吗 就跟她上礼拜都好像精品一样 这个十几万这样子哇塞 她那个没有一条没有六万是买不到 那是基本款 Venclay Appell 什么 凡克吸宝还是 凡克牙宝 凡克牙宝 好对不起 你看我们不懂回来 对不对你看你看 对不对 花能到艺术花能送到十几万吗 大家都好都好 大家快乐就好 好不好 你也要问你 我问你的艺术 对啊 所以开直播是要吸引很多人的这个 吸眼球啦 吸大的注意力 所以应该是要问问你们这么有经验 已经吸了大家三年的眼球 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最能够抓住大家的目光 最能够抓住大家的目光呢 也是我们这个仁爱如斯坦507号直播之所以成功的地方 当然就是我们就是依靠亮君的颜值来帮我们充人气 所以我今天来这个政治读心术 我也知道说政治读心术这个点阅率 不用看后台数据就知道一定非常高 因为我们我也在那边作证 这个发言人是专业的吗 你要这是回心之言还是事实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专业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老实只会讲心理话 就有点没有修饰这样子 主持人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过关过关 亮君呢你这样做了这么多集节目 除了刚刚讲的那个之外还有什么议题是你觉得 好像戳中大家的心 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是政治人物 所以大家看我们聊政治大家就蛮习惯 但是我觉得就是聊像刚刚讲的那些生活话题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一般的就是民众会觉得好像更接近我们 更认识我们然后让我们的形象变得更立体 就很像他们的朋友 因为大家过去可能会觉得说政治人物好像都离我们很远 然后都讲一些很难的事情 讲一些很难的政策 那当然我们想办法把事情就是白话文直白 然后解释给大家听以外就是政治上的部分 但是另外就是也让就是大家觉得我们就是跟他们就是完全的 只是就邻居好朋友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在节目上面就会差蛮多的 然后就是听友也会就是很有共鸣啊 因为对他来说就反正我们生活经验都一样 我们也是有些有肉也是人啊 对之前还有网友抖内七千五百块 七千这么多 给林亮君 指名要给他买旗袍 请他在节目上穿 结果但是他到现在还没给钱 可是旗袍其实你如果要定做的话 七千块是不够的 在这边跟观众会有说旗袍定做一件没有一万五 没有办法定做 是这个样子 可以再租啦 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件定做的旗袍 如果我们今天就要穿旗袍 如果有破多少点阅率请问一下制作人 破五万 下次我就要穿旗袍 我可以穿旗袍 差开到这边 那下一集我要来当来宾 好 大家记得分享按赞开启小铃铛 拜托拜托 一定要超过五万 好 各位观众朋友 破五万点阅率还不是同事 五万点阅率而已 太简单了 下集尾衫就穿这样 哇旗袍 好来主持节目 对 再给大家试听饗宴 哈哈哈哈 勾勾手指盖盖章一说好 哇 对啊 所以其实生活化的题目是很影响大家的这个收看率 大家都想要跟我们真的人物是一样的 你的生活我也有 但是像我们最近在这个党中央 我们开了这个老板叫我开直播 看起来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好像就没有这么生活化 还是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吗 珍珍你今天身为这个发言人 也已经主持了一两集的节目 对 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 我感觉其实现在民进党 我们这个直播现在做到第 像第几集 第四集第五集差不多 我觉得基本上 因为其实这算是民进党一个新的尝试了 以前我们的直播大概就是记者会直播啊 就是一些可能都是特定就是可能特别开一场啊 例如是之前去年的时候 不是赖清德跟潘梦安有开一场吗 对 但就是可能就特别for一次 所以这是民进党大概第一次来 开始挑战常态性的开直播 那也是怎么样透过这个直播去一方面跟大家聊此事 但是也不只是单纯作为政论节目 也要让大家去在这里面建立民进党的品牌的形象 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目前我们开了几次就是 当然也是找党里面现在很多不同的很有特色党公子 像这个第一集是我跟司谣委员干事长 那后来上一次也有找文学跟黄杰 然后最近看像是这个郑运鹏啊 嘚嘚爸爸 然后这个张亚玲啊 然后伟山也有去找人来 其实就是先让大家对 我觉得一方面是透过一些轻松的闲聊方式 让大家对民进党在做的事情有认识 第二个事情是对民进党里面的成员 大家也有所认识 那在这个之中呢 再把民进党可能更大的一些整体的品牌形象带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啦 那要怎么样在过程中让大家觉得轻松好玩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 所以像上一次我跟那个黄杰还有曾文学 在开直播的时候我们就带一个主题 我自己那时候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 因为那时候不是大家看傅昆其破的照片 家里就有很多很多礼盒嘛 你猜有什么礼盒吗 对我们那时候就来做一个全能礼盒估价 就像上礼拜大家在估这个精品 哇这个牢 这个Seline这样一个多少钱 这一支牢要多少钱 这一个什么 那个皮带叫什么 Loy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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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要多少钱 对还有那个Bose Share VBA 多少钱 这样子对就那时候也是在估这个礼盒多少钱 就是把一些以前比较 大家可能觉得稍微重一点的方式带进来 可是我们虽然是想要有点好笑这样 可是其实最后还是要回来讨论实事 对 那请问一下 那主席他有跟你说他希望看到什么样子的成果吗 比如说你有没有说你什么时间点 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流量啊 还是说我一定观看书要多少 分享书要多少啊 我看到吴峥在冒汗 那我们现在回答一下 他现在突然震惊为座 你有没有觉得他压力很大 你们两人应该就是 常常一起直播 应该能听到他的内心的心声 我觉得他很努力 很努力 每个都很努力 很努力 很努力 非常努力 在思考怎么样可以让更多的人 来看老板叫我开直播这个节目 而且他有时候还会想说 那就是可以再找什么样更多的人 然后或者是因为他 等于是他礼拜一有一个节目 然后他礼拜三有党装上的直播 然后礼拜五又他自己的直播 然后他又要想不同的题目 然后可以找到不同的客群 所以就是主席就是这个 吴主任非常的努力 也非常的专注 希望可以获得最多的流量 为民进行带来更多不同的面向 吸引更多的民众支持 我觉得亮君也很适合当发言人 我就合发言人去 女性 所以我觉得亮君是个非常合适的人 我们来赖主席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第二波的发言人 应该可以有亮君作为这个人事之一的选择 好 珍珍 你还是得回答这个颜色 我是让你先喘口气 喝口咖啡喝口茶 好吗 这个 其实像上礼拜有一天呢 这个讲到整个威廉主席都很紧张 没有有一天呢他就找我去 然后就有跟我分享 就是说 就私下找你去 对对对在党部 党部 是你们开那个什么党务会议 主管会议的时候 没有应该他有一天刚好进来 就处理一些事情 然后就顺便 顺便来关心了一下 他是把你叫上来主席室 还是直接去你的办公室 没有没有 直接去办公室 你说办公室 办公室要叫我 手机突然捧胡针 他就 他现在你说摄影机在哪里 没有 是我在办公室 他就说 那时候也大概五点多了 想说今天差不多忙完 就 电话就响 谁打来 谁呀 主人现在有空吗 主席室找 我就好 然后去了 这个主席有什么吩咐 有什么指示 然后他就 有关心到直播这个部分 然后就 吴珍 我看你的直播 其实 当然啦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轻松 有趣 但是其实也可以 不要只讲美食啊 也可以讲总体经济 现在台湾的产业的情势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多看点书 跟大家聊经济 聊产业 然后就 是 是 这个 对 好颜色喔 没有就是说 主席觉得我们这个直播的任务很重要 要把台湾 对 我们的知识 含金量要很高 不能只是随随的随便聊天 还要非常的 有内容 好像在看谢金河的直播一样 哇 我们在考虑邀谢金河来上我们节 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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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有了吧 很重要 马上回去提案 我们下次就找谢社长来直播 这样我们就产业面都有了 经济也有了 真的 对 怎么没有想到这么好的方式 我一三不愧是发言人 哇塞 这个主席真的是对你真的要求很多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民进党我们要很努力 没有没有 但我觉得他看中的是你啊 就是跟这个青年世代 我们现在会有这个连结性啦 你看前几天我们不是有这个青年的论坛吗 你是开幕的主持人 我是闭幕的主持人嘛 那今天来了一两百人的民众嘛 都在那边讨论 对啊 所以其实跟青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 所以想要问两位说 你们觉得怎么样 让这个青年的沟通 在网路上可以更加的连结在一起 我觉得在网路上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可能 去认识就是民进党或执政党的政策什么啊 可能都来自于新闻 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新闻就很容易 会受到就是不同立场的干扰 那所以就是讯息的正确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就是 现在赖主席也希望说 民进党的党工只尽可能的 透过直播透过网路 然后传达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然后跟民众对话 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说 以就是其他的政党为例 我就说以民众党啊 他们其实他们也把那个直播 然后常常转成就是线下化 就是做直播之外 就是面对面 对就是面对面的这个见面会 那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但我知道最近其实也包含青年论坛 然后还有很多刚刚跟党员的这些见面会 其实也都一直在做 所以我只是觉得说这个事情就是 要让更多年轻人一起进来的话 其实除了就是直播网路以外 我觉得直接面对面的沟通 或者是面对面的对话也是很重要 那其实现在就包含说像吴珍啊 然后或者是伟山或者是王一川川哥 对然后就是其实都是网路上 大家非常喜欢的政治人物 然后更多的座谈 然后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 然后也进而如果他们能够因此加入民进党 那就太好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需要花时间去经营 因为在过去可能 以传统的民进党来说 可能我们比较着重在所谓的组织经营啊 然后或者是政策的宣达跟布达 那但是现在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就会觉得这很生硬很传统 然后又很感觉离我们很疏远这样子 那所以更亲民的就是这些直播跟软性的活动 其实更能够拉近大家的距离 但是这个真的对于很多的 这直播来说真的是蛮辛苦的 因为其实我们包含直询啊 然后地方行程啊 然后选民服务成型服务等等的 这么多原本民意代表既有的工作以外 还要花时间 然后去经营所谓的网路社群啊 然后或者是甚至网路社群 转为线下的这些活动 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但是确实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考验 但是这个时代就是需要多多的再去跟 年轻的这个网友来去做互动 真的就是还是要面对面沟通 其实是最直接 真正你那天你有留在青年的论坛里面吗 就是国家希望工程吗 我们希望在520之前再重新收纳年轻人 对于我们很多政策的意见 你那天听完有没有什么想法 或突然有没有什么灵光乍现 觉得我应该可以再多做什么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认为说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世代 需要是一个很直接的讯号 意思就是说那天 那天早上午的青年论坛 那其实后面有开放大家QA的时间 那有一个人提问 有一个同学他提问 我印象也蛮深的 他应该是来自东华大学 那他有说他这一次的总统票 没有投给赖清德 真的啊 对那他政党票有投给这个民主进步党 因为他本身也是身心障碍者 所以他就是有看到陈俊和律师的提名这样子 所以政党票有投给民进党 但是总统票他是投克文哲这样子 很特别的投票方式 对他也是一个分裂的投票 那其实他在提问的过程中 就也抛出了蛮多的他对现况不满 例如说他觉得说民进党 是不是什么司法改革 转型正义到底做了什么 然后觉得说这个好像有一些弊案如何如何 然后那现在你到底对青年世代做了什么 其实最后他的问题 最后我听起来了 其实重点就是说 我不知道政府到底为我做了什么 对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民进党 包含从党到政府要去 回应青年世代焦虑的问题 但其实你在我们自己的立场 你要说政府没有做事吗 政府当然有做事啊 例如说他刚刚讲要转型正义好了 现在这个不论是我们的促转条例 我们的党产会 这都是蔡英文时期立法院 跟这个政府来通过的嘛 那例如说年轻改革也是在小英时期改的 婚姻平权在小英时期过的 那你要说更细的话 例如说这个社会住宅的兴建 国家驻都中心的成立 那再到这个全民扩大 内政部扩大的这个几百亿的租金补贴等等等等 其实各方面各面向上很细的事情 其实政府都有做 问题是说他在总体感受上 他其实可能也在这样的很多讯息之中 他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他感受不到具体来说 到底现在国家在往什么方向走 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跟 所谓的青年世代 特别是现在很多可能对于现况 有这样的一种焦虑或说愤怒感受的 这样的年轻人 其实政府的一个要去跟他们 我觉得跟他们对话的一个 就是说基本的条件是 你的讯息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确 你要说我现在就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改变这个国家什么点 因为我们政治人物习惯的方式是讲话 或者说在做政策推广的时候 一定要面面俱到 一定要每个面向 对 不能只有某一个族群 对 一定要就是包含国家希望工程 我特教要讲到 我的这个托育要讲到 我的高教也要讲到 一定是全部面面要聚到 但是对于很多时候我们讯号出去 最终你要聚焦在一些点上 例如说像我一个印象是说 例如说安倍首相当年 你看你看要是 要是他没有给他自己的政策一个定义 一个名字 他就说我要推动这个货币的宽松量化 我的利率要降低等等 其实大家最后不会有印象 但他说我就是要安倍三件 全力冲经济 我们就好 懂 懂 懂 这样有一个印象 所以我觉得其实未来 这也是政府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在 这么海量的工作之中 要面面俱到 同时也要能够去把一些 这个重点化繁为点抓出来 我觉得那个是 未来政府一个很大挑战 当然我们也要在这里面一起努力 了解 那亮君那因为你在基层 你有很多的年轻的支持者 你有没有什么跟年轻人互动的经验 你想要让新的政府可以来了解 或者让他们可以更能够跟选民做沟通 我觉得确实就是年轻选民或者是年轻民众 大家对于生活的焦虑 这个是存在的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每天每天 关心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事 因为就是希望说 那我们现在的政府为了我们做哪些 那我现在当政府一直不断的讲说 台湾经济确实有不断成长 但是问题是说 那我现在仍然在于就是买房啊 或是成家 其实还是过得非常的辛苦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在 就是说政府这个当然经济成长就是事实 实际上很多产业也都不断的提升 我们产值也提高 然后国际能见度也增加了 可是对于一般的年轻家庭来说 对他来说他没有特别的感觉 他没有留到自己身上 对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一个落差 那你要说就是像刚刚吴珍讲 就是也不是说真的什么事 政府什么事都没有做 但是什么样是更直接让他感受到说 政府正在为就是这个国家做哪些事情 那有些可能你长远 譬如说长照 可能你长远来说 你可能要几年之后你才用得到 可是实际上他在未来 可以为你的家庭减轻非常多的 经济上的负担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是 要不断去做沟通 然后也要比较用直接的方式去告诉他们说 我们现在还可以再做哪些事情 否则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 我觉得大家就是希望自己生活过得好 否则我真的要讲当时为什么 韩国瑜讲说高雄发大财 就是因为他讲了一个很直接 谁不想要发大财 不分蓝绿不分政党 人人都想发大财 那他只是丢出一个口号 然后其实他也没有后续的政策 但是我想民进党过去执政八年 那这么多的经验累积 然后这么多的能量累积 其实我们的政策都是非常踏实务实 而且扎实的 那我们再抛出更多的这些政策方向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会更让一般民众觉得这是一个 对他来说生活上是有帮助 然后生活上是有感受到 他的生活是有政府在陪伴他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对一般人的家庭来说 政府有没有在他的生活里面 这个或许是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面向 对啊 其实想要做这么多 可是最后都要落实在我们的行政院跟立法院 那立法院就特别重要 因为所有的预算法案都要拍板通过 可是现在国会现在 哇塞真的是 还是风风雨真的很热闹 我有很多支持者说他们今天都不看电视 因为他说看了好烦 好担忧好害怕 所以我们还是要请两位来解析一下 现在国会的状况 就是想国会因为 等于说改朝换代嘛 人都换了就一群了 所以国会改革又重新被提起 那这个事情好像最近也是吵得非常的热 那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对于国民两党甚至是民众党提出来的版本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见解 这怎么看的部分 我想现在国会有一个最新的状况 可能等一下大家可以一下讨论 最新的状况呢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台湾民众党 现在已经变国会隐形党 国会消失党 国会放鸟党 什么意思就是 你我才有发现吗 他们现在一直不投票 对啊 就只要到了蓝绿重大 大家在有争议 然后蓝绿互相在对抗的时候 民众党这个时候就我们不投票 我要来补错 投票的时候 我分赞成反对跟弃权 他连弃权都没有按 他就消失了 直接就离开异常 我不在这边 我是谁啊 你看这已经多少次了 从院长选举的时候 集体离席出去不投票 到第一次国民党的反连改法案 要去这个出院会 然后送个委员会 那时候民众党也不投票 然后呢 后来因为那次 就同一次的时候 国民党也如线以幽灵投票 所以韩国瑜说 从头一遍 从头一遍呢 民众党还是不投票 那到今天呢 这个司法法治委员会 在审民进党版的国会改革法案 国民党要封杀 民众党还是不投票 就是 对啊 那你到底 那这巴西的立委 是来这边干嘛的 对啊 你到底是 你一直来立法院干嘛 你一直跟大家说 我叫做关键力量 我可以左右政局 但每次真的 在最关键的时刻 民众党 包含总教皇国昌 包含民众党的巴西委员 居然常常是集体消失 就是他可能忍在现场 但是他在记录上是消失的 所以韩山刚刚讲了一个重点嘛 就是 在立法院 立委的一举一动 影响国家未来 同时你的一举一动 要跟人民跟选民负责 所以 包含所有的表决 你可以支持 你可以反对 甚至你可以弃权 这个都是你的立场 那大家各自回去交代嘛 例如说 民进党过去 也有一些个别的委员 可能觉得 党团的意见跟他有出入 他投下弃权 那这个大家各自要去 包含说 可能会受到党的基础 分要承担后果 包含他觉得 这是我个人的底线 我就是要坚持 这都是一种选择 是 对那我觉得 政治人物每个人从政 就是要把自己的所作所为 跟社会大众 还有你的知识交代 但今天竟然 民众党是从头到尾 都想用投机取巧 然后一种包牌的方式 像最近年金改革 对 他们一方面 柯文哲跟黄国昌 在外面说 民众党 我们坚持年金改革 那国民党要反年改的时候 你也不愿意投反对 而且去年选举 他们还有弄一个文宣说 他们支持年金改革 结果进到立法院 之后完全做不同事情 对就是 什么 我觉得 这就是在 坦白讲 这就在欺骗社会大众 事实上 你就是在放行 你在放水国民党 那你这样子 你凭什么说 我是支持年金改革 对不对 就好像今天 今天我说 我一定 全力捍卫尾尾身安全 就外面有个人 拿刀子冲进来刺他 我就 这样子闪到一边 这样我哪里捍卫他安全 没有啊 我就是旁边 你就放水放任 我就吓到一旁了 不是吗 我就整个吓起来了 那这样哪有捍卫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非常讽刺非常荒谬 亮君觉得呢 当然荒谬 这样子 而且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民众党 常常号称说 就是他们要来左右 接下来的国会 对不对 然后之前大家 他这个柯文辰还 嗆瞎说 賴清晨能不能当选 就要看我 这样子 反正也是嗆瞎说 就是他好像 囊括了非常多 中间的民意 然后他有很多 民意的支持 作为他的基础 但好啊 那如果你是做民意 民意作为你的基础的话 那你进到国会里面 你要表达你的民意啊 你当时所提出的这些政策 然后跟你的方向的立场 你在国会里面做投票的时候 你要明确的表达 你整个政党的立场嘛 那你最后选择 你连按任何一颗牛 你都按不下去 就是你是出现了选择障碍吗 对 还是说其实你想做的是 最后你再出来讲说 你看就是蓝绿一样烂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永远都是站在一个批判者的角色 然后你提不出好的方案 你也不愿意为你的选择 去做出承担跟负责 那这样子的政党你说要代表民意 然后要什么 要把国家还给人民 你只是把国家丢给其他的政党 让国民党去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嘛 因为国民党现在是立院里面的多数嘛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民众党怎么会好意思去讲说 我们获得了这么多票 然后我们有这么多的民众支持 你根本完全不去执行民意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常常在讲说 会去看说哪些委员有没有出席啊 有没有去开会啊什么 你有去开会 但是你不投票 那你就是很明显 你就白出席了 而且再回归到最根本的事情 每次到大选的时候 每次到选举的时候 我们都会叫每一位公民回家投票 行使投票的权利 那立法委员也是一样 你做的每一个法案的投票 都在为你的行为负责 都在对你的选民做交代 那你今天任何一个都不想投 那就渣男我都不想交代啦 我不想再跟男人交代啊 我不想投赞成不想投反对 我一直甚至连弃选都不要 就是直接就随便了 以拖代变随便你啦 所以我觉得民众党就是 唉 这样小草算是就被擒勒了吗 对就是被擒勒 真的是小草变韭菜 还是你觉得这算是蓝白河的变形啊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还没有开会之前 他们不是有这个聚餐吗 嗯 我们看到两党的种召 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种召 坐在一起跟柯温泽一起吃饭 就对对对 他们其实会不会是讲好了 就是啊不安心就让我过吧 啊我们就我们我们闹我们的 啊你们就不要讲话就好 这确实是一种蓝白河的 我想可能一种新形态的蓝白河 那民众党的黄国昌种召 其实他接受媒体访问 他也讲得很直接嘛 因为媒体人问他说 怎么看傅昆起先要带团去中国 他就说啊 哦这样子哦 可是现在会期中欸不好吧 这样万一表决输了怎么办 因为他们现在很多时候 也是要靠我们这一票才会赢啊 对那你看其实他这个意思讲得很直接嘛 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站在一起的嘛 嗯 两边加起来人数优势压过民进党 然后这样子他们去主导国会的议程 那我觉得撇开 我们先不论就是说 在他们的一些提案 在我们看了在我们看来 在他们荒腔走办 例如说一些国会改革法案 但是好 如果今天民众党 你就是要跟国民党合作 对 你就是要跟蓝营合作 你要成为小蓝 那你们选择啊 那你就直接大方的承认嘛 对啊大方说出来嘛 对啊我大方我就是要全力 你爱他人就说我要跟他再一次 对我就是全力卡民进党 我就是跟国民党合作 那讲出来啊 讲出来为自己行为负责啊 但是好像他又要 又怕说被贴这个标签 要做然后又不敢当 这个我就很不理解 因为最终 如果我是你的选民 我投票就是你要 你要进立法院 代表我的意志执行 你是我的执行人代理人嘛 就你整天在那边站着 也不执行也不投票 那到底我把你送进立法院 要干什么呢 对不对这不是很奇怪吗 是 哇真的新国会 让人家觉得很摇头 真的很多过去的惯例 在韩市长这个韩总基 韩院长的状况下 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现在国会真的跟过去不一样 不过未来520的新内阁 我相信还是值得期待的 我们已经公布了三波的名单 那未来还会再公布 两波到三波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新的内阁好了 其实就我觉得这个内阁公布之后 其实大家还蛮受好评的 尤其是我们这次有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企业界的人 既然民间的人士 愿意放下他的企业 就来到了政府里面 帮他做事 这也代表赖清德 其实这个 企业界的人员跟眼光也是挺好的 我们是第三波的名单 这个准行政院的副秘书长 是龚明星 这之前很老的面孔了 但是他非常的柔软 蛮厉害的 准经济部长郭志辉 他也是企业界的人士 这个也颇受好评 准数位发展部的部长黄晏南 然后当然我们的准行政院的卓榮泰 这不用说 这大师兄人员好 这个党派里面都能沟通 那过去也当过 行政院长跟总统府的秘书长 算是资历非常的深厚 那这个准国发会的主委是刘靖青 这个也是一个颇受好评 那准国科会的主委 吴陈文 准经管会主委 彭金龙 这也是一个教授啦 也是听说也是在学界也是颇受人员的 蛮有能力的 然后工程会的主委 未来的工程会主委 陈经德 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非常熟悉 好所以这样的内阁的名单 真正怎么看 我们民进党内部 我相信大家都会接到很多的电话 我们的民众都会打电话进来 对于我们的内阁做一些评论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 这个名单在公布以前 其实我是完全不知道 因为这次内阁 我们的事实是保密到家 所以包含记者 每一个礼拜都会先来猜题 说有没有消息啊 那是谁是谁 我们只能说这 这都不知道 因为也不会先给我们 但我觉得这个名单公布以后 其实第一个事情是说 他的风评基本上 在社会上普遍是蛮正面的 因为包含我当然 这个记者会开完之后 我们要去看一下嘛 说这个舆论反应怎么样 那我就注意到 包含例如说 这个转经营部长郭志辉 然后这个刘敬青 黄艳南 其实就连一些 我是特别看一些 连深蓝的节目上面 可能例如说蔡振元 郭振亮 这样子 无可批评是不是 就连他们 其实都对这个算是给予肯定 就是说这个是真的懂产业的 这个是真的懂经济的 这个是能力是好的 这样子 可能甚至节目主持人 还想要请他们来骂一下 他们说 其实这个真的是不错啦 这样子 说不定我私交也很难说啦 都知道他的背景 了解他这个人的能力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 就反映出来说 第一个事情是说 这一波的内阁人士 基本上目前普遍来讲 是跨党派的都有一些好评 当然后面可能有些插曲 那个别人士还是会去 例如说见凤差点 例如说这个王鸿威 国民党的立委就说 郭智慧以前违反过政交法 被判过缓刑 这种人怎么能当经济部长 那就陈辉文就跟他们杠上了 就说好啊 国民党是这个立场啊 那为什么傅宽奇当党团总召 傅宽奇抓定去关欸 傅宽奇内线交易 抓定去判刑抓定去关 国民党你们还让他当总召 然后他们就吵起来 就啦啦啦就讲不出话了这样 对嘛 现在就是说个别的委员难免 他要去攻击他要去攻击 但是普遍来讲 就是说这一个内阁名单人士是好评的 那我去这个事后看 其实我觉得以 就是说未来赖总统 和卓院长的布局 其实也很清晰嘛 基本上 这个是一个要全力拼经济 全力充产业的 这样的一个内阁人士 那你从整体架构来看 其实包含在主要的院长跟行政院长 其实包含卓榮泰包含郑力军 第一个他们都是政策的背景相当丰富 力军在去年就主导整个国家希望工程的政策白皮书 那卓榮泰又强调他的身段的柔软 他的手腕调顶耐等等 然后这两个人都是有丰富的政务力 所以你看出来整个新内阁的架构呢 他第一个他是以稳定稳健 先快速进入状况 跟各政党来做沟通为主 在这之上呢 把政治这些未来可能会有的沟通协商的问题 先让专业的老手去处理 在这之上让很多专业的民间人士进来 他不用去费这么多心力 在想说不同政党之间 政治问题委员会怎样刁难我 他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让稳健的这个内阁的架构 包含卓榮泰包含秘书长 包含立军去处理 专心的把政务做好 那没错 让这些产业界人才可以全心全力去 让台湾的包含说推动产业升级 包含经济的再前进 所以我觉得其实 在产业工商充经济这一块 其实新内阁的企图其实非常明显 是 那亮君就你觉得呢 就是这一波新的内阁的名单三波下来 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或你选区的民众对于这个 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 或未来还是有很多还没有公布吗 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确实在这一波名单公布之后 然后很多这个产学界的人 其实也入到了新的内阁里面 那但是呢就是一般的民众 就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因为确实 这些都是过去在产业界 所以一般的民众可能不太熟悉 觉得都没听过对不对 觉得他是谁啊 都没听过 但我觉得这当然就是说 一开始其实这个赖主席 赖总统其实他所传记的讯息非常明确 他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让所有的内阁成员都能够立刻的到 这个立刻的了解现在产业的状况 然后我们赶快施行接下来的政策 那所以就是说像在一般民众 就可能感觉好像不认识 可是实际上这些人 他们在产业界就是非常非常的专业 非常的深厚 那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针对 对产业的现况 然后去做积极的调整 积极的沟通 那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可以以专业为主 那我想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延续着 这个赖金德总统 其实一开始在去年的选举 就一直不断强调民主大联盟的这个事情 那民主大联盟他就一直在讲说 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 我们去党中央就一直问主席说 那接下来葛魁会是谁啊 什么然后他都他透露说 我们会这个延续民主大联盟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名单里面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说把很多的产学界的人 通通找来 就是完全跟政党是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只救专业 因为我们希望借重这些人 过去在民间的这些专业 然后进到内阁里面来 然后快速的能够把 接下来要做的政策跟这个经济再提升 能够快速的推动 那我想大家民众可能对于他们比较不熟悉 可是我觉得在政策上面这些人 我想是能够最知道台湾国家 现在所面临的现况 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在未来 就是我们总共在520之后 我想这些内阁接下来所颁出的一些政策 我觉得是还蛮令人期待的 我真的非常谢谢这些阁员 因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有勇气 因为我们未来最近就是一定确定是蓝白河了 未来4年可能都是嘲笑野大的状态 那我们都可以理解 像现在立法院就不断在假期动员 因为你没有假动的话 你很多表觉根本过不了 当然因为国民党有些人可能会回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经理的这个选区嘛 那民进党就一定要把人数都可以都有到 你才有办法让这些东西过关 所以我相信他们不只是要柔软 他们其实会面临非常多的困难 那不知道真正你怎么看 未来这个嘲笑野大的状况 我们要怎么克服 我觉得还是要靠论述吧 就是在政治面的议题 在政治面的议题 其实我们也要让全民知道说 现在立法院发生的事情 对他们有什么冲击 例如说最近国民党喊话要修反渗透法 那其实这件事情很严重 因为这个讯号是从马英九去见习近平之后 带回来的 让萧续成说应该要修反渗透法 那国民党就在立法院接求嘛 说对我们来修反渗透法 那其实这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真的想象觉得细思极恐 因为反渗透法就是要防止 中国或说来自中国共产党 对于台湾民主的 利用民主破坏民主这样的行为嘛 他们在境外 不管说所谓的旅游招待团 直接给予金钱 在台湾发展组织啊 他就是要让中国共产党 守隔海深进台湾内部嘛 来掌控台湾的选举嘛 所以去年也办了好几案嘛 包含所谓的这个落地招待团 里长那边带一整团人去 那到下了飞 在中国下了飞机以后呢 哇你的时速通通全免 全部都是中国国台办来招待 然后那个可能去办旅游人 在那群组里面在传说 那这次大家记得要吃谁 那个几号啦 那个几号可能要支持一下 这个样子 那这样的形态 如果在台湾内部 完全就是死妥妥的 只要证据抓到一定是会选 一定是全部判下去嘛 哇又请人吃饭 请人住饭店 请人玩 还叫人家投票 你死啊 这绝对死了 但是他今天把这个场景拉到中国 那变成说 我们靠现有的 单纯如果只是 这个会选的办法的话 可能不够 他需要有一个反渗透法 特别明定 来自境外势力的干预 什么样的样态 代表说他会干预台湾 那竟然国民党是去跟 好像去跟凶手讨论 我们要怎么样防治凶手 来说啊这个防治办法太严了 我们改掉一下 这不就是非常荒谬吗 其实这个就是吴三桂的行径嘛 对不对 就是你去跟外面的敌人去谈 怎么样引清兵入关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 是对立法院 跟整个对台湾的国安危害 是严重的 我们一定要强化把他论述出来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经济产业面 其实我想也是要靠论述 当然就是专业为主 专业至上嘛 因为其实这几个人才 包含说 我觉得这次真的是 一个难能可归地方 包含说郭志辉 崇岳集团的这个负责人 包含说黄晏南 本身也是在我们的 这个中研院 他是一个特别研究员 那然后另外像是这个 刘敬勤过去当过IBM 这个大中华地区的 事业咨询体的 这一个负责人 就是说他们其实 在自己的专业定域 其实地位都已经很高了 很穷高啊 对还愿意走进内阁 我觉得这好了不起 对他们来说 这次出来当官 不要觉得当官 大家觉得当官很爽 他们真的是走进厨房 其实就是来扛的 真的是对国家 一个使命感 因为坦白说他们来当部长 其实你看过程明显 郭志辉一定少赚 对不对 他的时间都给你耗在内阁 耗在立法院备训 对他来说他绝对是少赚 绝对是自己倒贴钱出来 他还要财产公布 对 还要信托 所以对他来说他并不是 希望透过公职的权力 为他自己赚取到什么 其实对他来说 对这些人来说 真的是希望说 要怎么样透过自己的专业 来为国家去效劳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我相信台湾人民普遍 都能够认识到这个状况 所以今天早上 当台电的总经理出来 本来是一度要请辞 然后工会未留 其实民间大部分 大家看到的心情是不舍的 就是说 像台电这样一个静静业业 大家这么努力去维护 我们用电安全 这些大地震 竟然都不要有断电的状况 结果现在遭很多人攻击 大家自然会有一种 心疼疼疼疼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未来怎么样 让这些专业人才能够 在他们的岗位上 用他们的专业见解来发声 那其实民众也会看 如果你在党 做真的做太多 恶意的政治操作 泼脏水 我觉得这种 谴责 却觉得惋惜 或甚至想要 帮他们讲话声音 一样也会再出来 是 所以看到内阁的组成 我们看到赖清德主席 跟卓文他主席 非常用心地在组 这样的一个成员 希望这个团队 可以越来越好 那我想像亮君 应该也有侧面观察过 像赖主席这样的人 因为我知道你的入党申请书 就是赖主席签的嘛 对不对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 很严谨 然后 哦 武甄比较小 偶包 偶包比较重 对 但我觉得在 就是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当中 确实也有看到他 就比较轻松的一面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 短影音啊 看到就是主席 比较轻松的一面 但因为 我觉得这当然是从过去 他从这个 国大代表 然后立委 然后到这个 台南市长等等 这些很完整的精力的训练 对 那对他来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印象最传统 最典型的 知智人物 就是非常的标准 Hardcore 对 然后就是你觉得说 你不会看到他 就是突然有意料之外的事情 意料之外的发言 然后或者说 就是你会给 他会给人家一种很稳定的感觉 在轨道上面 对 就不会突然 突然冲出去的感觉 对 突然就是有一个 意料之外的事 那我觉得这个 对于一个国家的 稳定前进来说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当然 可能对于 有些人会觉得说 啊 这样子 感觉好像就是 距离比较 遥远一点点 对 但我觉得说 因为毕竟 国家元首 他要去统御 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所以 政策的沟通 或者是在 这个 很多事情的 布达跟宣达上面 其实从行政院 或者是到 发言人 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体系啊 然后当然也包含说 我们自己 民进党的名义代表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沟通管道 所以 我觉得 我看 赖主席会觉得就是 很像一个很 严格的 爸爸 哈哈哈哈 当你跟他一起直播 你有没有发现一些 他的小亮点 是你从来没有发现的 你有那一瞬间 突然觉得 欸 他跟我想象的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 有这个瞬间吗 就是 我觉得那些比较好笑 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 他在 要擦吸管 喝饮料的那一套 就是擦在中间 还擦在中间 对 然后他中间有一个求救的小眼神 就是 就是他可能没有 但是我 露时代后我就有看到他有一个求救的小眼神 我觉得 我觉得很有趣 对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 就是在一个很严肃 或者是 我不知道很重的人身上 然后突然看到他 惊慌失措 或者是有点紧张的那一面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就是很可爱 对 很有趣 他当时是在 思考要插在那个背的那里 就是到底因为好像 就是有点 打不开 打不开 对 然后胡杰又不做哈 是没有看到 糟糕 主任又被记忆比 公主也要记忆比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主席的吸管要插哪里 主席用不到饮料 主席口渴 主席口渴 是 好 我们到了节目的 最后的关键时刻 我们每次来的来宾都要做快问快答 OK 最可怕的时候就来这边 因为我都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都是制作单位准备的 不是我 所以不要怪我 好 好 所以今天来到这个真量真心话 哇 我们要来大冒险 大解答 好来我们第一题会是什么呢 诶 吴珍林亮君正在谈恋爱 诶等一下等一下我要讲 不是喔 我要问的问题 不是你们两个是不是在谈恋爱 你们是不是分别在跟不同人谈恋爱 哦 有没有恋情啦 哦这个样子 诶 这个样子吗 是是是是 这个下飙有点 对啊 这个下飙是不是 这个下飙真的下得不太好 我们节目待会回去打屁股 哈哈哈 有没有谈恋爱的对象呢 嗯哼 来请作答 是要写在这边对不对 对写在你们的小白板下 好 那吴珍先打 我看很快要写好了 好对啊就这样 没有 哈哈哈 no 你们是已经讲好了吗 no no 他们其实这个答案写很久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思考 这可能不是 你知道如果没有就直接写no 就有没有就没有 哈哈哈 为什么没有呢 为什么没有 好问题啊 多久没有了 这是一个人生的哲学问题 哈哈哈 为什么没有呢 我还记得我 就我们在上上集的节目上个月 我有问过 珍珍她要不要找丈母娘 但我没有问你到底多久没有女朋友了 哈哈哈 找丈母娘 那时候我们在聊什么 我忘记了耶 那时候不知道在聊谁的丈母娘很照 然后才突然讲到你 是谁啊 还记得吗 哈哈哈 某一个政治人物的丈母娘很照 现在不就是都说跟屏东贷款厉害吗 哈哈哈 她是婆婆啊 哦不是丈母娘 对 嗯 你刚问多久 多久哦 这个 因为你说没有我知道问你多久 哈哈哈 发现要追究到底 对也几年了 这个 很久耶 蛮久了 很久了 哈哈哈 已经 嗯 三四年以上了 好好好 不要逼你了 好 那亮君呢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一趴是什么 这一趴 对这一趴 等一下我们应该问一下伟三 对啊 哈哈哈 嗯 就是好一阵子这样 很久很久了 好啦很忙對不對 太忙了 都献给我们的国家了 对不对 好啦下一题 真的 真的 那一定要公主一次吗 这个意思是 这个意思是说 感情观 对不对 对会不会公布 哦 像我们看品鱼跟文学 就闪亮亮嘛 真的是闪到眼睛都睁不开了 那你们会公开吗 还是你们都觉得啊 低调比较好 嗯 嗯 对 嗯 这个像我自己就会觉得低调比较好 我啦 我个人觉得 哦 所以现在不要被大家注目 所以现在没有公布 哈哈哈 不要害人 好 好 来公布答案 No 哦要看对方 哦对 哦为什么 因为 安全感的问题吗 我其实是还好啦 就是 以前我的感情也有被揭发过 就是 算是被揭发 被揭发 有这个自己公开过的也有 被揭发的也有 但anyway 反正就是 或多或少 因为我自己是公众人物嘛 那如果我 我进入一段关系的话 那 我自己讲出来 就是一定会 这事情也会曝光嘛 一定是上遍各大的媒体 也应该也不会 也不会 只是说大家就会知道嘛 那可能就会毕竟 或多或少要承受一些 所谓的检视 所以当然我们都呼吁说 哎 大家给这个公众人物点四人空间 但是 现在就这样嘛 那可能 另外一半也一定会受到影响嘛 就会被可能被关注啊 或者说搞不好 他的朋友社交圈会去问他 怎样怎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对方的意愿 了解吧 非常尊重对方 那亮君呢 你刚刚说no 你觉得不要公开 为什么 就是 应该是说我自己还蛮 就是把生活 就是把工作跟 就是私人生活切得蛮开的 对 所以就是我会很保护我的私领域 包含我自己的家人啊等等的 就是 所以就是我会希望有一个就是在工作以外 可以喘息的领域 而那个领域就是我自己的私人空间跟时间 对 然后 所以我自己的话会觉得就是会想要低调 这样子 对 越低调越好 好 下一题 吴珍被破门了 他发现有没有穿内裤 这个我要讲解一下 这又要来讲一下 又要再讲一下 可是还是很多人不知道啊 不是 吴珍第一次参选的时候失礼 然后后来好像听说很伤心的就躲在家里面 然后一直都没有办法获得你的回应 不管是打电话还是敲门都没有人应门 结果我们的亮君 因为那时候吴珍有去亮君那边上班嘛 亮君身为老板 非常坚持一定要把吴珍给找出来 因为他趴在家里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听说带着大队人马 有警察有里长 连锁将带着电钻都出现了 就冲到吴珍在家里面 结果后来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来 有没有穿内裤 有 怎么会没有穿内裤 穿内裤不就被漏鸟侠了吗 那还得了 不是 因为那时候 可是但我想要问一个镜头 是哪一种内裤 是四角的还是三角的 我现在画一下 我画一下 亮君你帮我还原一下 是什么颜色 什么形状的内裤 然后吴珍有没有六块鸡 他当下是什么表情 可以帮我们完成一下 那时候 那时候 是因为他 找了警察所 这样一大堆人 就来直接来我家破门了 对 然后 然后那时候 我本来在睡觉 所以我就只有穿内裤 然后 他们在外面碰碰碰 轻轻轻 想到底怎么回事 但我接下来就听到 那个 电钻在开门锁的声音 已经在开了 真的在转 那不是只是在 之类的 再不去把那个门打 再不出去看一下 怎么状况 后来门就被卸掉了 就不是对空鸣枪的那种 是真的开始在钻的那种 不是 就电钻已经在钻门了 这样 然后我就 把门打开 所以我也顾不上 先套衣服在干嘛 就冲出去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就看到这一大堆大堆人马 这样 那你当下的第一个心情是什么 看一下看一下 有 好好笑喔 所以是四脚裤 对对 应该是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所以嘴巴张得很大 就发生什么事 这样吗 都是傻眼的 哇 对是蛮傻眼的 现在是怎样 我那时候先想说 这个 我国宪政制度 你允许这种事情 怎么会 他怎么会 他怎么会 我在家好好的 一群人冲进来了 天哪 这样从亮君的角度呢 这个故事 从你的角度 那时候我那种感觉 就跟那个基隆的Net一样 怎么会 怎么会这种事情 啪 门就被卸下来了 进门踏户 不是 那时候其实还是很担心 因为本来都已经约定好 就是要 要来议会工作 因为我就说那 就是 就是这个 露选一车没关系 我们就是继续努力啊 那你来议会 就是上班 然后我们就继续 就是在这条路上努力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再站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好好好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就没有然后 就再不接电话了 对啊 然后打电话也都不接什么的 然后后来所以 后来我再说 那如果他应该要到职的那一天 如果他没有出现的话 那就打给警察 而且他如果不来的话 就会诈领助理费 对 诶 真的 你不要害人来喔 被调查 还要把助理抓住 有啊这么关心的老板真的很少见 赞赞赞 好 来下一题 还有啊 还有还有两题 亮君的口头禅是什么 吴震的口头禅又是什么呢 这个感觉有点难 因为连我都不知道 吴震应该常常 诶 蛤 之类的吧 诶 那亮君可以先讲 亮君先 蛤 对你看 蛤 蛤 蛤 对 好 来最后的一题 这什么东西 吴震的亮君代委 现在谁先选上立委 这什么题目啊 这个题目很好笑 我想到他亮君另外一口头禅 是什么 就是说 就是说 哦 就是说 就是说 那你好像也很喜欢 赞赞 赞哦 赞耶 赞赞应该是 赞应该是尴尬挨发 就不知道讲什么 赞赞 赞赞 赞 这个题目 这个 等一下 应该是要问 等一下我要问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不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要问 你们现在觉得 应该是要问吴震 你现在当了主任 你觉得最难沟通的政治人物是谁啊 你合作过到现在 最难沟通的是谁 这是谁啊 对问他 只要他 如果你知道他的答案 你也可以帮他写 哦 我可以帮他写 你可以帮他写 他通通告诉你的秘密是什么 我可以帮你写 真的哦 对 最难沟通的政治人物 对 糟糕 这沉默很多秒 对啊 如果你说不是 不是政治人物 我可能会写统神吧 因为 我们努力跟他沟通 然后我们最后还是有和解 对对对 那政治人物的话 嗯 好啦 没关系 随便你写 最难沟通的是谁 不一定是政治人物啦 最难沟通 就统神吧 哈哈哈 这是最难沟通 我们节目 真的到最后最后的尾声了 真的 这问题我不用写 因为我怕牛神经 真的他写了 我其实觉得呢 对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说最大挑战 不能讲最难沟通 最大挑战呢 还是要跟我们威延主席沟通 因为不是 因为我们做发言人嘛 要这个 等于是 要帮他讲出他心里想讲的话 对 可是他的心理想的话 颇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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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用意想说 这一个议题 这个立场 到底他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我们讲一个错了 这样就很紧张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挑战 好 OK 没问题 来今天到节目的最后的最后 要提醒大家 今天是4月22号 是流星雨的时候 所以今天是有 有这个火流星 火流星好像听到是红色的吧 有火流星著称的 4月天晴座流星雨 每个小时的数量 可能会有20颗哦 运气好的时候 可能会有破百颗 所以是流星雨 大家记得 看完直播头 抬头看看天空 如果语音没有很多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很漂亮的流星了 所以我们 亮君跟吴真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流星雨 来送给大家吧 好 我们来到这边有六个任务 就是要唱歌啦 好 3 2 1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要你相信我的爱只靠为你勇敢 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 好 每周一期十个月 也祝福大家愿望都成功 下个礼拜一 每周一晚上九点 一定要记得锁定 政治独新处的直播哦 拜拜 拜拜 谢谢雨珊 谢谢大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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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燦传媒 封燦传媒FTNN新闻网的朋友 大家好 时间过得真快 风产传媒已经满一周岁了 中心祝福 生日快乐 健康吃肉体 也期许风产传媒不断突破创新 善用新媒体 新力量 和国人同胞一起迎向美好的未来 最后祝福工作同仁 万事如意 何家安康 2023年4月 风产传媒诞生了 一路走来我们无畏辛苦展现专业 让FTNN新闻网达成千万浏览的成绩 我们无畏付出展现创意 让网络节目达成千万人次观看的目标 谢谢你们一路支持与陪伴 风产传媒 感谢由你